墻面上出现一条条裂痕 依稀看得到透出来的亮光 另一个角度看墻面剥落 裂缝非常大 一只手完全可以伸过去 让住户非常担心 在这里住了21年 地震后出现裂缝 不只担心自己的家更怕砸伤人 花莲基安一处社区民宅 一楼的后向墙面 不敌0403强震出现裂缝 民众担心随时都有可能掉落 而一旦掉下来 除了同一面的两户 后方三户的屋顶 都有可能被砸到 危险性相当高 而且上个月海米台风来袭时 墙面遥遥欲坠 民众冒着大雨 紧急用绳子固定 让摇摆的幅度不要太大 住户投诉地震后 通知村长以及乡公所会刊 公所说这是私人财产无法处理 这个0403地震 不是我们通报的红黄单的案件 所以它是属于一般未贴单 但是这个建务所有权人 以及社区的住户 他可以循我们一般修缮的程序 像我们花莲县政府 来申请这个围墙的修缮补助 健身处表示补助围墙上限额度三万元 结构有立即危险性 立即派员处理 地震加上台风 让附近住户惶恐不安 盼能尽速处理 避免意外发生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